寶可夢官方在網路上公開了一個新的頁面 它最主要是希望玩家可以透過這個頁面 提早來探索蘭蒂爾地區 好這就是蘭蒂爾地區 它就給了這八個點讓你去看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新的遊戲飾板影片 來看一下 五天鵝 它這樣遛它的小孩子 掛掛掛掛掛掛 好再來 這一個是中野狼人 來看一下中野狼人 唉唷 還偷考試 隨堂考 我們可以知道中野狼人有幾種形態 好 隨堂考 中野狼人幾個形態 3 2 好公開答案喔 在一剛開始只有兩個 它後來多次出了一個緩婚 OK 總共三個形態喔 答案是A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喔 我懂它的意思了 它並不是在問我們說它總共有幾種形態 它是說在本次的遊戲星座之中 你可以找到幾種形態 那透過這個問答我們就知道說 在本次蘭蒂爾地區 你只能夠看到 黑夜形態跟白皺形態 不會有黃昏形態 哇它吃蘋果的樣子也太帥了吧 在那邊抓著這樣啃 這樣啃 夭壽 應該是狼猴 狼猴啦 超帥的 嗚 我們去看第二章 叢林的部分 哇哇哇這個就是新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山景 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在上一次的宣傳片 預測分析當中有提到過的 我就很期待 我們說不定能夠 期待可以看到在很遠的地方 有些小彩蛋 或者傳說寶可夢 幻之寶可夢會在遠處 那就很驚喜 大家不覺得這個天空 飛過個傳說寶可夢 都是非常合理的狀況嗎 我們可以把蘋果丟進去喔 我如果是住在裡面的寶可夢 會覺得很困著耶 這隧道一半突然被K的感覺 嚇死人了 我在看一次 對啊裡面有寶可夢 他這樣丟進去 頭痛喔 然後他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 欸 有嗎他生氣了 他真的生氣了 果然我剛剛所猜的是正確的耶 我就知道 人家睡到一半 你拿蘋果去丟他誰不生氣啊 氣死了 還好他沒有來攻擊喔 這個就還蠻特別的 因為在先前宣傳片中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玩家惹寶可夢 生氣的這種情況 這隻寶可夢 他是反應比較溫順啊 他只是嚇你 就是凶你 請你不要再丟我了 我們不知道說未來如果碰到 像是 欸烈雕露莎 這種天生就比較兇猛的寶可夢 他們會不會來攻擊 不敢說 不會 對但是 就還蠻期待說官方他會怎麼處理 這一方面的發展 因為他如果攻擊 如果我們翻車的話 怎樣 是任務會失敗嗎 還是怎樣 不確定喔 好這個是 大牙裡嗎 好他來問了 各位 腦筋急轉彎了 各位 What are the kinds of fruit Pokemon love 寶可夢 喜歡怎麼樣的食物 蘋果 柳城嗎 中間這兩個我不確定是什麼意思 我猜測這個遊戲之中 他既然不斷的使用青蘋果這個道具 該不會是 A吧 登登 錯了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個字就是青蘋果的意思 是中文翻譯叫做青蘋果 那他英文原文是這個字 所以說答案是C沒有錯 那他就告訴我們說 那些寶可夢會受到青蘋果吸引 丟了之後可以引起他的注意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睡嘛 丟過去 喔這一次我們沒有丟到他 所以說不會像是剛剛的寶可夢一樣生氣 沒有錯他很好奇 好無辜的臉喔 看來我們還是有打擾到他 欸他沒有吃耶 因為我們的蘋果掉筋掉到水裡了 有沒有你丟到他然後掉到水裡了 然後他就出來是誰叫醒他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據我的判斷就沒有正確的去觸發到 青蘋果這個道具的功用 因為我們應該會期待說他 去撿那個蘋果來吃 但他只是被我們叫醒而已 好我們來再看下一個 哇哇哇 粉彩蝶粉彩蝶 跳舞囉 遠處這個是什麼 遠處這個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遠遠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 有個裝置亮亮的 這個不確定是什麼東西喔 沒有在先前的宣傳片介紹過這個裝置 那透過他的顏色 跟這個有點螢光的感覺 應該跟霓光珠有一點關係 或者是我猜可能是補給站之類的 可能就要等到發售之後 就能確定了喔 喔來了這個是 欸這是什麼功能 這個以前沒有看過 他不是透過搜尋脈搏 因為搜尋脈搏他會這樣子擴出去 他是直接跟這一個植物做互動 可做互動的物件 他會直接出現一個 放大鏡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把準心對準他按X 就會跟你講這邊的資訊 欸 美麗花 原來豬硬之後就掃得到了 原本在廣角的時候是掃不到的 喔透過播放音樂可以把它叫出來 太酷了 開心耶 喔他們跳舞耶 我們再看下一個 炎兔兒 丟了霓光珠之後 哇 大家注意到了嗎 他原本踢的是紅色的火焰 然後你投擲霓光珠 讓他賦予生命能量之後 他就踢出青炎 哇雷丘雷丘 哇哇哇哇哇哇哇 一個一個跳狗練的意思 對他應該在練習啦 練習衝浪 衝浪是件難事嘛 大家可以想像 衝浪是件難事 你一個弄不好你就翻車 所以說他先利用這個山丘在練習 那未來可以期待他在海上能夠成功 成功衝浪 或者是翻車畫面應該也都可以期待一下 拉普拉斯 唉唷 是傑尼龜 傑尼龜在騎拉普拉斯 哇這個這個很特別耶 我沒有看過 Don't forget to investigate doses 保護色 這也太茄了吧 好有趣喔 再來沙漠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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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awak okay bro au OK bro 這就是修圖的部分 你可以photoshop Ev 唉生氣了耶 因為我們把這個青蘋果給這個破破帶 然後一部沒有 他就生氣了 喔好臭好臭 欸 有點禮貌好嗎 金 是金 等一下等一下他剛剛 我看到一個不得了的畫面 你看 全海森在這邊 然後 他把他噴走了 全海森 我們再來看一下 哇哇哇 這個精彩啦 怪力一個 自由式 競賽囉 喔是碟式的部分 是碟式碟式 他跟那個巨牙山在比拼 看誰游得快 這期的分享就到這邊 大家可以提早探索一下 在蘭蒂爾地區各個地方的場景 正式遊戲發售之後 還有更多大家可以一起去期待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如果各位還寫我們那種資訊分享的影片 幫我們下方按下喜歡的 要跟我們鼓勵 再更喜歡 把FINTV分享給你們認為 也會喜歡我的頻道的朋友 我是阿芬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各位晚安拜拜